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又再有針對香港的新措施出台 美國國務院剛好更新了對香港的旅遊警示 由原來的第二級提高警覺 上調到現在第三級的重新考慮 今次的旅遊警示提到 自從港區國安法實施以後 北京當局單方面及任意 在香港行使警察及國家安全的權力 涵規範圍包括身處於香港以外的 非香港居民或團體 增加了曾經公開批評中國的美國人 被拘捕、拘留、驅逐及檢控的風險 其實美國今次上調對香港的旅遊警示 無非都是為了勸退美國人 不要再前來香港旅遊或公幹之旅 這個隱藏的訊息 都是非常明顯 大家都心知肚明 配合美國較早前一連串的行動 包括賤賣宿舍地皮等等 到底是否意味著中美將會完全脫勾呢 我們其實很快都應該會知道答案 因為這十月驚奇 究竟有甚麼驚喜呢 還有不夠一個月就揭曉了 目前可以肯定的 特朗普已經將香港視作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只要看看美國國務院針對中國 和針對香港所發出的旅遊警示 那個警示的內容已經可見一斑 國務院針對大陸的旅遊警示 就從原本的第四級不要前往 下調到現在第三級的重新考慮 即是和香港同一個層次 國務院提到 說中國的疫情有所改善 所以降低級別 但是中國政府是會任意執法 從而令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公民 不能離境或者被拘禁 較早前已經有兩個澳洲記者 似乎差點就出不了境 所以現在美國國務院針對大陸和香港的旅遊警示內容 似乎是差不多的 都是說任意行使警權或者是任意執法之類的東西 所以真是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 美國已經部署好準備要和大陸脫勾 以前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塊福地 為何會成為一塊福地呢 正正因為香港開埠以來 即是自從英軍在1841年1月26日 在水坑口登陸以來 足足有一個世紀和平發展的時機 當然不要計算在新界的六日戰爭 很快就搞定了 而且沒有造成政權更替 直至1941年12月25日 這個黑色聖誕節才是淪陷 足足一個世紀 自從1945年8月15日新曆 香港重光以後 直到現在又已經75年和平的日子 究竟這個日子還有多久呢 似乎不明朗因素就越來越強烈了 接著就看看行政長官林鄭 今早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她說甚麼呢 就說為期14日的全民檢測 昨天結束了 最終錄得了 有大約178萬3千人 在全港各區的檢測中心 登記接受檢測 但是這個數字又真是奇妙的 之前一直公佈都是說人次的 人次就是一個人做十次又行 做二十次又行 就為之人次 現在就忽然之間說到是人數了 人數就是確實一個人 就是計一個人 計人頭了 有沒有178萬人那麼多 到底當中是有沒有水份 特區政府應該公佈了一個數字 究竟有多少人 是重複做過檢測的呢 應該說出來 你現在說到斬釘截鐵有178萬人去做 實情有沒有那麼多 而且林鄭還說 這個所謂普及社區檢測 就已經達至預期成效 那我真是奇怪了 現在你雖然稱有178萬3千人參與 我當你硬框框真的沒有水份 真的有那麼多人參與 免得跟你爭辯 但是比起你當初特區政府的預期 還差一大小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在今年8月10日的時候 他預計 說這個全民檢測計劃 會有大約500萬人參與 開頭說五百萬人 你現在想著怎樣 是不是好像當八萬五這樣 不說就不存在了 這個是陳肇始說出來的 五百萬人是 現在你只有17多萬人 我當你全部都是真人 全部沒有讀數 沒有水份 你也是不達標 那怎會說達至預期成效 究竟你那個標準是怎樣定的呢 開頭又不說的 現在做完又說達到預期成效又說達標了 是否隨便有人參與 你都是達標的呢 最終出來說是 有屁用嗎 還有 你這個所謂普及社區檢測 有多普及啊 我當你178萬人是真 全香港有多少萬人 有750萬人 你除了根本上 大概只有21%、22%的人 去做這個檢測 現在搞了一個大龍鳳兩個星期 都只不過是找到32宗的個案出來 這些根本上就是勞民傷財的事 世衛專家都走出來說 說在現階段進行全民檢測 就是浪費金錢和不設實際 為什麼現在又把世衛專家所說的事 當成是耳邊峰呢 在過去這兩個星期 特區政府是沒有任何一個高級官員 走出來駁斥或回應世衛專家的言論 就當他看不到每個阿尼克上身就算了 在今年年初那些醫護人員 要求你關閉那些綠路口岸的時候 你就經常回答世衛專家的意見出來說 好了 現在你說搞全民檢測 人家說沒用的 你又不說 那些世衛專家是什麼來的 哦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 是condom來的 有屁用嗎 好了 還有 現在特區政府 林鄭月娥就說要感謝中央 怎麼感謝呢 她說 今次計劃得到了國務院港澳辦的高度重視 她就感謝中聯辦等不同的內地機構支持 還說內地核酸檢測隊成員的付出 令到港人非常感動 這兩天都有很多新聞出來 一時又說那些檢測人員 廢寢王餐 甚至乎連去廁所都不行 所以在那幾個小時就拍照片 不眠不休地為香港人做檢測 今天又有單新聞出來了 又說什麼呢 有一個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的成員 就連分都不結了 就說分期就可以延期 抗疫就不能延遲 就說完這些說話 就打一個溫情牌 但是這些事情究竟有多少香港人是受落的呢 現在這一場全民檢測的大龍鳳 就好像變成林鄭向大陸刷鞋的公關秀 一時又說要搞什麼方艙醫院 又是要感謝中央支持 現在搞全民檢測又說要感謝中央支持 到底你在搞抗疫還是搞政治呢 林鄭還提到一件事 她就說有人早前抹黑計劃 說會增加市民受感染的風險 但是很大部分參加計劃的市民都反映 檢測程序簡單安全 日後本港一旦出現新一輪的疫症爆發 而當局需要採取強制檢測計劃的時候 市民就不會再有不安 她這句說話就有兩個訊息帶出來 第一她就說人家抹黑她的計劃 不要再說人家抹黑你的計劃 人家只不過是提出質疑 你為什麼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就說因為受到疫情影響所以不搞 人家質疑你 就這樣去排隊或者吸引 到底感染風險有多高 現在你去搞全民檢測大龍航 就一樣要去排隊 那為什麼排隊做檢測的風險就低 排隊投票就高 人家只不過是提出質疑 那又說人家抹黑計劃了 第二件事她就放風了 就說日後本港一旦出現新一輪疫症爆發 當局可能採取強制檢測 現在市民連自願檢測都不去的原因 就很簡單 就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之間 失去了互信基礎 很簡單 人家就是不相信你 人家不知道你在搞什麼 就算你找那些廢官 容官走出來解釋 他不相信你就是不相信你 你現在還說什麼強制檢測 究竟是傳媒報道錯誤引述錯誤 還是你真的有心要搞這些什麼 現在你自願檢測都只有178萬人去 我當你沒有水份 都只有這麼多年 無大屎算 你自願檢測的人都不願去 你還搞什麼強制檢測 對於被受質疑的計劃開支 以及成效等等的資料 林鄭就說下午會再有記者會交代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她究竟如何奢天奢地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